白血病的病人把他的血从果水里面拿出来 不正常细胞 我就马上看出来 他的软色体里面也不正常 那时候真的好高兴 我看到病人 他很痛苦还怎么来 又看到他很好 出去了 你这个感觉是没有东西可以替代 十三四岁开始去想说 我这一生能够做些什么 让我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 那从这个念头开始 一直到真正确定找到 其实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 大家好 我的名字呢 是彭王家看医师 那今天我非常幸运地 能够被邀请来看板入 那我想最主要的 我希望所有的妇女都能够站起来 她们都能够成为这个顶尖人物 欢迎欢迎 今天看板入非常荣幸 为您邀请到中营院 彭王家康院士 彭王医生欢迎您来 谢谢 谢谢您来 请坐请坐 谢谢主夫 谢谢 新年好 请坐请坐 我们今天特别要邀请到 彭王家康院士来 因为大家公认 医学界公认彭王家康院士 是我们台湾的癌症之母 我们有很多 癌症肿瘤专科的医生 是彭王家康女士 在第一代培养的 我们今天同时 主题也是女科学家 因为院士她是我们台湾 杰出女科学家奖的 第一届的得主 今年是第十年 医师我想请问你 在你从医的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你听过或是你知道 一般人对女科学家 最容易有的误解是什么 或者是myth是什么 我在想 对女科学家讲起来 因为你已经 人家大家这样生长 所以不太有什么困难 但是我在做医师的时候 那就马上就有问题出来 为什么 那我记得 因为我做完了 这个外科以后 我就要到医院 因为那个时候 我没有美国的学校毕业 也不是美国的医院里面训练出来的 所以要考 National Ball的时候非常困难 那问题是 它困难没关 但它不给你考 那就在医院再去做一年 这个我们叫 就是Chief Resident 就是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医院 就我到那边四月的时候 他就给我讲 你可以来 我们来Sign Contract 那我就很高兴了 跑去Sign Contract 就在到那里 因为我开始要做这个角度 是七月一号 那我那时候真巧 我要结婚四七月 那我就跟他讲 我能不能缓一个礼拜来 报到 他马上就跟我讲 那你不行 我们不能要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们这个医院外科非常忙 每天开到一二十台 那你做Chief Resident 你每一台你都要 你怎么可以一个礼拜不来 他就马上Job都不给我 所以你人生里面 毕竟的像结婚这样子的 就是请一个新铁架 完完全全他都没有例外 不可以 对 就我都蹬住了 因为我就去找了 这一个角 角很高兴 我又有 就他这样跟我讲 那就是表示 我要结婚的话 我就没有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跟你保证 我说我是医生 对你一年不生小孩 你还是可以 就他没有给我这个工作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打击 所以这一个工作 在美国的这个Job 你就只好忍痛割舍 当时的话我就傻醋了 我就跟他讲 因为什么都安排好 那次已经四月吧 那怎么就不结婚 了解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后 听到院士跟我们分享 这个刻骨铭心 在人生里面 非常难抉择的抉择 后来就放弃了 这个医院的工作 坚持他原来所选定的婚期 做了人生重要的一个决定 他也回答了我们大家 对于科学家女性走科学之路 可能在某一个时期 在社会的框架下面 还会面临到一些男性 所不曾遭遇到的分辨 和选择的机会 我们先来看第一则报导 我们了解一下 院士她曾经走过的 这一条科学家之路 当然我们的报导 只是一部分的缩影 接下来再来了解 台湾的女科学家 周末是彭汪家康的爱妻日 一定亲自上菜市场 还要一个黄瓜 我还需要一个葱 这个煮稀饭 台湾我来了以后 很喜欢用红薯煮稀饭 被尊称为台湾癌症之母 将输国579观念 从美国引进台湾 上菜市场她是这么买的 我是尽量买 就是说不一样的颜色 看看有时候也不一定 菠菜很喜欢 那我喜欢一个地方买 买掉来就不要一个一个地方 我要一半 但给我十个好 一共都要准 买菜也很俐落不拖拉 眼睛扫描快很准 不到20分钟三个摊位搞定 但谨记在心的 是九十几岁老公的口味 他有时候也跟我讲 不要忘了买红薯 我喜欢辣椒 因为我先生四川人 所以什么我都给他放点辣椒 从手术刀到菜刀 坚持下厨 有他对家人的爱和弥补 有时候我们要做24小时 做三天 我有个女儿就知道 所以我希望看到小孩 让他们吃得很好 很营养越乱吃 那样去吃 所以我尽量都会回来 帮忙煮了饭 让他们吃了以后 我再回办公室 彭王嘉康是台大第一位 女外科医师 毕业后到美国深造 接受完外科住院医生训练 没想到五十多年前 美国不开放外籍人士 考医师执照 让他人生大转弯 从临床转入基础医学研究 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大合照中 67位研究员 她是唯一女性 彭王嘉康发现染色体异常 和癌症的关系 1971年拿到亚瑟佛莱明奖 更是美国史上 第一个获奖的外国女性 在国外工作三十几年 结婚生子 62岁时 为了台湾的癌症专科医学 毅然决然回台湾 和彭王嘉康共事多年 小他22届的台大学弟都佩服不已 他英文叫做他很Energetic 很有Energy 他做的事情都是很积极的 只要认为对他就一直冤枉之情 带领了年轻人 比如说他回来对台湾最大的贡献 就是培养的后代 当然他回来时我会赞助他回来 在帮助台湾嘛 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 没准备说好几年 也不是好几个月 没有讲好几年 最多两年讲好 从几个月到两年 一晃眼超过22年 如今84岁 仍站在台湾医疗第一线 早早早 一早七点半准时出席 全院主管成会 快九点再赶到病房 和医生们meeting 讲完又如旋风般快步 要去诊间 几点出门 6点三颗 笑嘻嘻的模样超可爱 就像冬日的暖羊 彭王家康给病人的 除了医术还有温度 12月26号车 血汤是很好 虽然是红的 103 什么都很好 没事 谢谢 拍拍病患手臂 安抚小动作 流露他的关心 现在有很多小包包 可以拉的 背不要太重 都可以 出去玩 因为我现在有在照项 我喜欢照项 一看到彭王家康 病患忍不住 话家常 我觉得他真的很亲 很亲切 因为我自己没有妈妈 所以我觉得 他每次跟他这样聊 我都自己觉得 他心里很温暖 很亲切 很细心 叫病人很有安全感 这个跟亲妈妈一样 跟亲妈妈一样 我也喜欢彭王家康医师 谢谢 谢谢康医师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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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病油轻的柔软 背后是钢铁般的意志力 和过人体力 上午看诊到12点多 又立刻跳上车 赶去另一间医院的下午诊 其实也没什么时间吃饭 对不对 还可以 就快快 我是难党的 因为院士早上要主持两个 医师的演讲 办公室里堆满了paper和书 显露他的忙碌和布局小节 墙上挂满证照和旧照片 全家福放在一进门的显眼处 彭王家康立志当医生 是因为他的弟弟 他就受粮 就开始生病 就变成肺炎 那时候pensilin已经有 但是很不容易买到 就小儿可以是我爸爸的朋友 既然也没有想办法告诉我们 怎么去买pensilin 我弟弟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 要做医生的话 应该要尽力 这个尽力让彭王家康离开在美国的孩子 回台湾二十几年 还成立癌症基金会 老公 父畅夫随 即使现在九十几岁 行动有点不便 人每星期两天到基金会当义工 协助英文翻译 在意先生的一举一动 彭王家康说 先生从没有抱怨过他太忙 两老看着儿孙寄来的影片 这时老公也帮小孩请命 儿孙满堂的夫妻俩在台湾彼此扶持 彭王家康从中研院国卫院 现在又负责北疫的癌症中心 他说这是他职场上的最后一站 但问彭王家康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 他似乎永远觉得不够 最想做的就是要看到 能够训练更多的年轻医师出来 可以来take我们的位置 那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您可以让我们海内外观众了解一下 美国国家卫生院 他在这个美国医学界里面 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好不好 因为我的研究工作 是来看细胞里面染色体的改变 来用这个来做诊断 那这个以前都没有这样做过 我记得我去找job的时候 那有朋友介绍 也说那你来看看 美国的国家卫生院 说研究工作是非常好的 那个主任是Dr. Fry 就跟我讲你要做什么 那我就跟他讲 因为那个时候卫生体 能够做这个细胞的卫生体 刚刚才开始 就是我们这个正常人 跟不正常人也不一样 像我们在路上看到 我们只要糖尸病的话 他就有我们普通四身六个卫生体 就变成四字器 我觉得肿瘤的话 那一定是卫生体的改变 我运气也蛮好 碰到这个Dr. Fry 他就讲好 我马上给你一个job了 你7月1号来上吧 所以我就跟他讲 那我要7月7号来上 没关 你就来就好了 所以在医学领域来讲 这两个还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feel 本来是个医生 但是我到国家卫生医院的话 除了医生以外 实在是个研究人员 走这条科学路 你真的中心里面觉得 你最有成就感 最快乐的地方在哪里 我最觉得很高兴的话 就是我把病人的 白血病的病人 把他的血从果水里面 拿出来不正常细胞 我就马上看出来 他的软色体里面有不正常 那时候真的好高兴 我马上叫我的主任来看 这个漂亮的软色体的改变 他马上去找 那个时候的feel 我们有十几个 大家过来看 我觉得那个时候 是给我一个非常firm的 你可以做 也不是不能做 那是多少年以前了 你现在还记得那一幕 就是你看到了那个 染色体的变异 然后你叫你的fellow worker 一起来看 那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我都告诉大家 有时候运气很要紧 那那时候真巧 有一个就是他发现 人的染色体46 不是48 那个名字叫Dr.T 那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 他到Sweden 那他真巧给NH还要进来 那我就跟他学 在几个月里面 我就把technic弄好了 所以是刚好 在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大师的门下 能够直接跟他学习 其实运势在这一段分享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运势在谈论很多年前 我觉得是几十年前 那一幕 他的神态 他的眼神 我们还可以分享出那种 科学家研究之后 发现的兴奋 而这个研究之后发现的兴奋 有很多的科学家 我们今天谈 台湾的女性科学家 跟彭旺院士 走在同样一条路上 林教授 您是那个杰出女科学家奖 第四届新秀奖的得主 对 女科学家之路 我们刚有听到 彭旺院士的分享 那林晓文教授 在这个人生路途上 现在走着女科学家之路 大概我们觉得时间 很巧 差不多好几次院士 认识这条路的一半 但是您跟院士 有一点很像 就是其实你们是在 正式的专业入行前 就开始在摸索 然后找到自己的热爱 我觉得那还不只是 兴趣两个字可以形容的 你可以让我们 多一点理解 就是在你 坚定自己的热爱 在这一条路上 好像您的父亲对你来说 其实是扮演一个 蛮关键的推手的角色 从事研究工作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置业吧 对 就是 对 那当然要去找到 这样的置业 我觉得 确实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以我自己个人来讲 可能从 十三四岁开始去想说 我这一生 能够做些什么 让我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 那从这个念头开始 一直到真正确定找到 其实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 其实常常我们最需要 就是你要去向内 去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 而不是去听外界分杂的声音 即使你进到台大电机系 我想在无论何时吧 它都是理工科的 顶尖的第一志愿 即使是在这样子 但是您在大二 一直到大三 你说你修到半导体原件 这堂课 你才有说 就是它 那个感觉 好 那在此之前 你已经在台大电机系里面 大家认为说 你在这样一个 最高学府里面 你还有摸索 你还在摸索 我觉得那 那个孤独感是 加倍的不为人知吧 其实大二那时候 真正接触到 电机系的某些科系的时候 某些科目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会觉得 这不是我要的 对 那时候其实会很沮丧 因为毕竟经过了那么长时间努力 那么长时间的摸索 那你觉得这应该是自己要的了吧 结果发现竟然 其实那个感觉是不对的 那时候会很挫折 所以那时候我就花了蛮多力气去探索 所以我其实又去修了像管理学 那像心理学 还有甚至像这个野生动物学这些 对我就去很广泛的试探 出乎我意料就是居然在大三的时候 修到这个分导体原经纹 它也是电机系的一门一个领域 然后突然觉得很适合自己 然后很喜欢 陈教授跟彭旺院是让我个人觉得有一个非常相近的共通点 就是两位女科学家 你们都希望你们做的 对于人人类的生活能够有所帮助 你回头去看这一段迷雾跟摸索的过程 你会感谢它曾经发生过曾经存在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摸索志向的过程当然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一旦确定志向以后 其实那就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虽然说研究的工作 假设说是一个迷雾森林里面的长期的探索 但是因为那是我的志向之所在 所以我反而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 那你要说甘之如頤是这个意思 对对而且就是就有点就是那种 好不容易找到了打死不放这样 彭博院士您在中学还在苏州读书 中学还在苏州念书 那民国三十几年嘛 那时候女孩子在你的生长环境里面 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这样的情况多不多 其实已经开始很多了 不像我妈妈那时候我记得 她那时候进吃饭大学的时候 吃饭 所以您母亲也是接受高等教育 在她那一代的女性里面 算是受到就学的时间很长 是读到高等教育的 对应该应该那个时候已经不错 因为我记得我们班上的话 虽然有分理科跟文科 理科的话女同学 我们一共班上三四个人 就两个女同学 那院士我想请问您在家里面 您的祖辈或您的父辈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观念跟家风 就是孩子不分男女 如果愿意受教育 要尽可能地栽培他们 让他们读到他们想读到最后的那个教育阶段为主 我这个要讲求我祖父 祖父 那之后 他们我们要搬坟 你要请人来看风水人 就问我祖父 你要怎么样的地 怎么样的一个风 我祖父就跟他讲 我要这条件很简单 我希望人口防震 就是人数很多 第二点 我要我的下一辈都是念书的人 所以我觉得从祖父开始 那时候家里面小孩要进大学出国 很少很少 但是我们汪家的话 我的爸爸那一辈都是动物大学的 那念完以后都有出国 今天因为那个 想要让大家可能看得更有感觉一点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整条语 但其实真正的应用上是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说为什么取一小块语就可以 是因为其实这个侦测 你必须尽量不要让水汽造成干扰